我经常停留在北京的原因不是因为北京好 相反我觉得北京哪儿都不好 但是北京好像唯一有意思的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是他有一些奇怪的人 比如说这位 所以今天徐老师我给你介绍徐同老师 我为什么觉得我怎么认识他的 大约在一年前有人给我拿来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叫算命 我从头看到 他让我看到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一个世界 比如说城乡结合部 比如说你可能会看到小偷 甚至是卖笑还是卖淫女 甚至是算命的 这等等这些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 底层的人 而且他这个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 他就到城乡结合部 比如说去拍 然后到后来他就住在那 他拍纪录片 他就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了 这些人就跟他的家人邻居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没事到你家混混 然后他这个机器架在旁边 他可能就这么拍 但你拍的时候告诉他们吗 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先是交了朋友 先是哥们了 朋友了 然后旁边才是有一个机器 所以机器拍摄是附属品 是附带出来的东西 但他一知道有一个机器在那里 那你他的行为 他跟人吵架 他跟老男的吵架 打架 骂人 他会不会跟他平常有不同呢 这是纪录片 这是我作为观众的最浅薄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关于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人们肯定会知道 会有摄像机是存在的 你的身份和你所有的东西 那这样 所以我一直认为 摄像机应当在生活当中 就像泥鳅一样 在这些巫女周围当中打滚 然后你带回来的东西 他就是说让你的被摄对象 至少你跟摄像机混熟了 他已经习惯了 经常这个人就拿这个机器跟你混混混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像我们现在知道明明有摄像机在拍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忽略他 我们还是照管自己他 而且我可以给你看一个小片段 就他拍的一个算命的 这一个身有残疾的一个人 也是他的哥们了 对吧 他就拍的这么一个纪录片 那么其实我觉得 我选的这一段是他就到当地的残联部门 去要救济 要救济 但是实际我又认为算命的挺能砍 实际他面对你 他这个镜头在旁边 他有点表演的性质 他有点胡家虎卑 他有点对 搂住 他有点血 还是什么 就是故意卖弄口才 但这一卖弄 我认为客观上 把他这次讨要救济的活动给搞失败了 我们可以看这么一小段 你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 应该没有答复 你啥事 你说啥事 你们啥事 啥事 我这个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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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吃了一点 早餐一点 全社会都关于他一点 我是想国家自己 自己这个 国家政策来早餐一点 哪方面的 我哪方面就生活 然后我这个 我这个肋风湿 我不要去给我治病 因为我这个肋风湿 现在已经进行财产 也就是慢性 也就是吃了紧药 那我不能跟领导 给我花点 花点药费 就是生活 这是粮食 现在都花去买 柴要东西去南 我等了柴 你这个现在 能吃这块 主要旧的渠道就是地宝 那 那 就是啥呢 禅间这方面 没有这方面 这方面的 那国家设禅间 国家设禅间 设禅间 对禅间提供康复需求 提供服务 是啊 我那就是给你钱 你又需要钱 是呀 我就缺钱 你缺钱 那你找的不是那件事 跟你闹三百二百管 你能吃吗 这三百二百 就一上水老了能的人 那是很接口的 有钱没钱 我不知道是吧 人家说没钱 就是人家说有钱 有时候没钱 所以说为什么找你们呢 我没有必要 有钱就有钱 没钱就没钱 那我说有钱 有钱会说没钱 干啥 不是我说下来 我说下来 行我跟你说这也没有 你的领导也不是 你跟你说 我不是领导 我就办公室人员 领导都不在 你们找我 要不说我跟你说 领导都不在家 我只说跟你解释解释 那我这个没有父母了 我现在年纪六十了 我们俩都年纪六十多了 我们这样的你不招手 重点 不这个重点 那你去年 去年你都得到 你们应该得两个 我们两个 那不是按人头发放的 那国家人 一共给了是二十户 你都得到了 你还咋样呢 那是不错的那个 徐老师 你给我们看这一段 你是想说什么 这段我先想表达一个 这个情绪吧 按理说 这不是这段意思 我觉得刚才说这个 残联这个人呀 他这态度真是让我受不了 这个老力是个残疾人 跟他说点事 甭管他说的对错 有没有道理 老力一直煮着棍站在他的办公桌前面 他就一直那么大摇大摆的往那一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接受不了 当然这段内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我说是这段内容呢 是表达了一个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他是俩人都错位了 怎么讲呢 老力看他也没拿他当政府看 他拿到老力呢也没当人民看 两个整个是两个江湖人在对话 让我感觉特别像什么呀 像那个江湖人之间像盘道似的 对咱们俩盘一盘 我说我的道 我护着我的利益 他不是为对方考虑 这个呢也仅仅是出于 老力呢也仅仅出于一个自己的一个 那个小小的私利 想呢能不能在原有基础上 去年他得过一份也就去了 想呢他老伴也是惨的 这样俩人是不是能够再弄到一份 实际上呢这个呢也不是完全站得住脚 所以变成一种江湖人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 最后老力肯定是小江湖干不过这个 穿黑皮价克的这位大江湖 对他号大 我的观感还是跟纪录片有关 你发现那个蝉联那个人吧 他不再跟这个你说那个老力说话 他眼睛老看镜头 对他也是有镜头 就是他基本上是在这 既然你拍了 这事情就得拿出去给人家看 我就得尽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责任 应对 我在应对 这个 而那个老力呢他不看他比他更成熟表演的 但是实际上你们已经分析过了 他也知道这个镜头在拍他 知道这一天他不在求他 他不像我们想象的一般你去办公室看到工家人员 你的手都发着在求他 他没有在求他 他在批评他 他批评他背后有你职责分组的视角 在支撑他 可是那官员的态度更好玩 一直在看镜头 但是关键是他差就差在哪 他看镜头他也没演好 看镜头你也得是应当演个好官吧 差不多 他认为他这个就是他的责任了 就是这样 对 你看你看他的这个反应啊 我就觉得他跟这个 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啊 就有感情 真的 你看你就会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站起来跟他说话 老实讲 你看我没有跟他这个 我就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平常政府里的不都是这样的一种 老百姓站着 他坐着 我没有这个 我还觉得他不自然 我觉得那个去讨说法 这个老人呢 还得更加害怕 在我的印象里边 还得更加颤抖的来求他 我自己到什么 我不要讲他了 我自己去找一个行政单位的领导 谈一个我的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都得哪有什么 我站在那边跟他跟他讲理啊 开玩笑 你一讲理就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我就在这小说里我也说了 我们现在是一真的是一个粗陋的年代 就是我们粗陋的对待别人 别人也同样粗陋的对待别人 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粗陋到已经很精致的地步了 对 所以说说的这个粗陋啊 我也挺有感触 就是因为只有他比我们了解的多 你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我一直记得我们家一个一个亲戚 他就给我讲 就是说啊 我们两个经常啊 在聊一些这个这个国家的事啊 或者是这种这种社会问题啊 他总是说啊 他说你们啊这个完全你不了解工厂里车间里是什么样 他说你这 你你们都是知识分子 他会说你们还是讲理啊 他说这个你知道我们工厂里 那这个说说几句话句句都是生殖器啊 他但是他说那个地方就是一种啊 谁打得过谁甚至就是是这么一种很粗鲁的粗陋的一种交流方式 就是说你以为你跟一个车间主任是可以静下来 咱们讲讲道理 就是所以说这个生态 他就比较熟了 是 就比方说你看像刚才这段哈 其实前面刚才没放全还掐了一段呢 这个这段戏的第一个镜头进来的时候 是老力跟石人珠两个人去进残联上残联那个大楼 那这个这个片子每次放到这的时候 尤其是国外都会笑场 他是用笑场来抗议抗议什么呢 牌子挂的是残联哈 两个残疾人那么吃力的走路哈 他那个二楼他那个接待的那个那个那个办公室一定要设在三楼 就是我这镜头一开始就跟着他们后面 因为呃 纪录片是根本就不是为残疾人 就不知道是给谁设计的 反正总之就你看像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我们就看到他根本就不是不为人考虑 其实粗陋的本质 所以说那镜头拍的就是他俩一瞪一瞪的 非常简单的上到一半还得歇一会儿 那个主双拐那个腿是小时候住在羊圈里面 把腿压的变成不会直了 半全着那看着是让人揪心的 但是我们的残联的大楼就是这样设计的 咱邓鼓方也上不去 我 中国人心心相连 用每一颗气成的中国心 串起民族情感 临近属于中国人的天空 雪花我的中国心 星期六 凤凰为雪中安台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我倒是想问问你啊 为什么最后拍着拍着你就跟他们这些人住在一起 也是这样就纪录片的拍摄肯定是跟人物生活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就是也是我拍片的一个方法 或者说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法 不是说一般纪录片都这么拍 大部分纪录片也也有这样拍 但是这样拍的可能不会像我持续这么长时间 甚至于我甚至觉得 你在那生活多长时间了 比如算命是在那拍了一年 但是现在呢拍完之后呢 我也离不开那地儿了 现在就一直在这个镇子上面 一直住到现在 在北京啊 在燕郊 就属于是河北了吧 跟北京挨着 你在那租的房子吗 租以前是租 然后后来现在的话 就在那弄了一个工作室吧 就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立锥之地了 在那可以编点片子 可以 所以我对他感兴趣的就是 他看到我们平常没机会看到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这对这个残疾人 这个算不命的和他这个老婆 我觉得中国有时候有句话呀 叫做这个贫贱夫妻百事 哎 但是你知道我看他拍的这些个 这个城乡结合部啊 这些边缘人的生活啊 一方面呢 你说贫贱夫妻百事哎呀 是你作为观看者 你觉得哎呦 这个生活的这样在像一个垃圾堆一样的这个地方 怎么可以这么样的烂七八糟 那个锅都是黑的哈 就是 可是另一方面啊 你真的进入之后啊 你又觉得你也不能用这种视角去看 是 他呀也是过着跟你一样的人的生活 也有他的快乐 也有他的滋味 对 但是你又这一种让我觉得很混乱的感觉 你又觉得是一种哎呦你没法忍受的 因为我觉得呃 好像这种这种生命这种真的像野草一样 在那样的地方 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生长的方式 有自己的一种一种活法 这种活法如果真的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呃 比如像真毛岛写到很多人死去 他写本书的真毛岛 是个小说啊 很多人死去也是在一个呃 城乡交接的部分 也是那么一个混杂的 那么一条街上 我纪录片也拍我这条街 我的第一个片子 呃 但是我感觉好像 这当中总有一种东西 可以让这些人支撑下去的啊 比如说真毛岛当中 呃 举个最不敢 最不该举的例子 比如说 那个警察 那个片警 最后见到了那个那个 那个街上的一个妓女 最后两个人好在一起了 那种瞬间的那种身体的那种 这是真的啊 这是真的呀 这就是故事大部分都是有真实原型的 嗯 这就我觉得这种肉身的这种 瞬间的这种温暖感 这种爱 它也能够使那个小屋 使那条肮脏的街道 显得好像可以支撑下去 或者说可以活下去成为一个理由 嗯 嗯 我在跟他们接触当中 这些东西 我还是能够经常的能感受到 不是说天天在那块 就是苦的不行 确实 确实不舒服 但你怎么会选 比方说这个算命的这个老头 以及是那个女的那个叫什么 小叶儿 小叶儿 你的人有很多 城乡交接部 各色各样的人 如果说你有一个知识分子 情怀关怀的话 你会想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那为什么偏偏就在几个 而且你就盯着他们不走了 对 这是跟个人的经历 跟个人的境遇都有关系 比如说我是六零年代出生 然后呢 长在七零年代 然后呢 八零年代呢 是算是成人 所以这段过程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是 我回想我那时候 可能就用两个字 来概括比较好 就是斗争 但实际上小孩 根本不知道什么斗争啊 什么这些 实际上小时候我经历 恰恰都是打群架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这种实际上 这个国家是斗争 是阶级斗争 我们是这个 像那学校里的小江湖 小帮派之间的那种争斗 我们反过来是争斗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可能 从小就对这个斗争 对这种 所谓的这个 像个小江湖一样 那种江湖气的东西 可能就不知不觉的 就有那种 我觉得中国人骨子里啊 都有一个江湖 你甚至我认为政府官员 也不能免这个江湖 甚至是你以为这个知识分子 心中你们学术界难道 没有江湖吗 表面上讲的都是摆在 文人也有侠科梦嘛 对表面上讲的 都是摆在桌子上的很多理由 可是这个心里 你觉得他们说 现在就说 比如这个有的地方 就说你拍片子 这个审片啊 都有这个变化啊 过去讲的是这个 就是很政治的语言 说这个怎么能行啊 这个怎么能 这个就不能啊 现在啊是什么呢 大家心里都门清 说的那个都是 私下里讲的 是江湖的话 什么叫江湖的话 就你看 徐导就是这个 我已经帮你争取了 这几句话都留下了 这个 那个你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大家都好做 你看这就是一种江湖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 但是你说的这种啊 这种这种斗争啊 还让我感觉到 我想起一个人叫做蔡明亮 嗯 在这个台湾 你知道蔡明亮导演拍的这个电影啊 就上次呃 我跟他接触 他就说他的父亲 他说他他他他他父亲 他小时候老打他 而且这个家庭气氛特别不好 就是好吵架 后来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于是呢 他后来他觉得成年之后 他想出一个道理了 他说呀就是这种太穷的时候 生活条件太糟糕的时候啊 父亲就容易脾气不好 嗯 就大脾气就大孩子啊 或者是什么 所以他老把这个跟生活的这种艰难 他那个是生活特艰难的时候啊 人容易这个吵架 甚至于你知道我上次去这个巴黎岛啊 我上次去巴黎岛碰见一个女的导游 这你都不知道 他专门招待中国人的旺季的时候 他说导游竟离婚 你知道为什么离婚吗 他尤其是夫妻俩都是导游 他说那个白天呢 受够了这个气啊 晚上夫妻俩啊 那简直是忍不住 就必须的吵 就打 因为他发泄 吸收了很多负能量 对 他说一般的这两个导游 两人都是导游 就这个这个就会气愤 所以我是想起什么 你看他拍的一幕 我还想给你看一段 就是啊 这个等于是这是拍的是谁啊 是是老唐头 老唐头 老唐头 这个小燕的父亲 就是我算命当中的一个人物的父亲 这样顺铜摸瓜 然后就说这种生活条件啊 老唐头的跟大女婿和大女儿住在一个一个 住在一个屋里头 这个屋呢 由于家庭的桥点比较差一点呢 当中就隔一个帘晚上睡觉 那么呢 在睡觉的时候呢 那么 当时的情况我不在场 是第二天他们打起来了 然后我摄像机开了 发现是什么情况呢 是大女儿和大女婿 发现指责老头呢 半夜隔着帘在那边摞管子 就是性自卫啊 对 然后呢 他们就说呢 吵得他们睡不了觉 睡不了觉 于是他们就打起来了 然后呢 老头最后呢 也是气得够呛 老头呢 待会看那段片段能感觉到 大家可以看看这种 这种一个屋檐下的这种冲突 谁心里没有一杆秤啊 是不是 你那都有数 你拍这啥动静 你路管是什么动静 嘴出气是什么动静 我怎么着 你晚上你再来弄 我们都睡不着觉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走啊 你 两点钟 看电视看四点上康 你在那嗷嗷嗷 我们听不见了 我们傻 哎呀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到底了 哎呀哎呀 我们我们在这怎么睡觉啊 好了 我这会走了你们就能睡 你那抖的嘴声 嘎嘎嘎的谁听不见呢 对 让他去给老头找人个错 我说在哪儿 我说在哪儿 你搞窃听窃 窃听什么 你给你什么认 我说没我给你什么认 你那窃听窃听你老站上 我 你 你 你明天给我滚 哎 必须得走 必须得走 因好我不要才容易得走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寻中营造学舍之路 雪花唇生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雪老师谈谈观感 这些东西跟他从小长大的斗争的背景 其实非常非常有关系 其实真的要回到那个阶级斗争是刚的时候啊 他拍的这些人呢 都是在人民的边缘 随时可以被斗争出去的 那个算命的 那个女的是职业 可以说现在来讲是这样 这些在那个时候 轻而易举给你划一个坏份子就出去了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得非常清楚 他们是弱势群体 他们是被侮辱被损害者 这个观念的差别就是这两个时代的差别 在那个时候以人民的名义 以无产阶级的名义 把这些本来是人民的部分全赶走 他们在那边讲出话 吵架很琐碎的事情 但今天你要稍微有点人文态度的话 这都是非常可悲可叹的 你不能把它全当垃圾扫掉的 你想他从那么个斗争的年代的过来以后 他现在本能的 他可能甚至不那么明确理论上想 但是他本能的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 我应该把它呈现出来 而这些是被我们干净的媒体 被我们高尚的电影所裁掉的 其实在文学中有 在寻根文学里 你看韩少公啊 你看莫言啊 他们都有 可是一上电视 所以你的纪录片就难供应 是不是对不对 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啊 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想改善他们的生活 那当然肯定有 因为在拍摄的时候 在现场就有这种感觉 问题就是说 一个是个人真的是太渺小了 无能为力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恐怕这种改善呢 不是那么一个直接简单的 就是我们拍一个片子就能怎么样了 你首先得承认他们也是有自尊 他也是人性 那你才谈得上下一步才有改善的可能 要是你在前提上觉得 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的 这是垃圾 这是应该废掉的东西 那也无法改善了 对不对 所以说改善的前提是 首先得说出他们是谁 对 在一个公共话语当中 让他们获得 或者说由于我们的拍摄 使他们获得某种话语权 对 当他们有能力 或者是有机会 讲述自己是谁了 然后呢 能够才有可能说 为自己争取一点点 可怜的那点权利 实际上本来就应当是 归属于他的那个权利 这个我们才是说明 才是说我们所说的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社会 所以我说他实际上是跟这些人有感情的 他就不像我 你比如说我到印度拍贫民窟 我是猎奇的 是没有感情的 就是我会觉得 哎呦怎么可以这么样的脏 其实啊 当你真的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后啊 你很想能为他们做些事 对吗 就是你就有感情就不一样 对 所以我说对不起 所以我说看见可能就是改变的开始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这是纪录片的这个名言吧